爱 正 唯一 顺 这是举几个例子 从心思想上来讲 你就更容易懂得了 爱这个身体 或者讨厌这个身体 顺着这个身体 或者是腻着这个身体 这举这些都是顺着计较 世民贪疾 事为无知 在佛经上讲的无知 凡夫妄以自身为母 贪知计较 爱护备知 顺着深爱 为着深称 种种分别贪注 具体多于烦恼 群是烦恼 七心动念是烦恼 分别是烦恼 执着是烦恼 我们这些生活在什么境界里 烦恼的经验之中 你要不认清楚 你回不了头来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回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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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再搞这些 巴西了 今天我们世间人讲游戏 不再搞这个游戏 一回头 反复就变成佛菩萨了 觉悟了 觉悟就叫佛菩萨 迷直就是反复 佛法当中 所谓的回头是满 自己回头 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 你才能帮助别人 事出事乏都不例外 帮助别人是由亲到孙 先帮助自己家人 自己家人都没得度 你怎么能度别人 一定是由亲而树 所以你一个人就无了 你肯定会带你一家都就无了